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道新闻的记者 现在是职业星球新闻播报时间 今天是职业星球消防日 各个职业都要做好消防普及 职业星球运动会即将开幕 各个职业单位都积极选派参赛选手 昨夜有不明飞行物在职业星球上扑飞过 现场有众多目接者 哎呦 好奇妙好奇妙 你快来看 我们有新任务了 特约记者邀请函 记者 什么是记者啊 记者可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业呢 我们在电视新闻里 手机里 广播里 报纸上 看到或者听到的新闻 大多是通过记者采访和拍摄制作出来的 W位报社 通讯社 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新闻单位工作 是专门从事采访新闻写作和拍摄的职业 听起来好有趣的样子 这次你有机会亲自体验一下记者这个职业了 太好了 特约记者团 出发 好奇 好奇 探索 发现 出发 好奇 好奇号 好奇号 新闻是新闻 新闻太高了 看不清下面 不慌 新闻是新闻 可奇妙就要开始了 我好激动啊 小鱼不要慌张嘛 记者准则第一条 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良好的心理素质 当然了 因为捕捉新闻 就是在和时间赛跑 机会往往稍纵即逝 可能一时的犹豫和疏忽 就会错失最精彩的镜头 就好像一场体育比赛的 剑球时刻 摄影记者一个疏忽 就会错过最佳的拍摄时机 一时的慌乱和迟钝 就会错过最重要的问答 一时的紧张和胆怯 就可能错过提问的机会 所以思维敏捷 胆大纤细 冷静果决 是作为一名合格记者的 基本心理素质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明白了 哎呀 要开始了 嗯 前辈开始拍摄 三 二 一 哎呀 我这什么都没有拍到啊 电话太亮了 不要怕 我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咦 好奇妙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记者准则第二条 记者的工作往往会伴随着很多的意外 所以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 所以为了避免意外的诞生 记者要提前了解被采访对象 做到心中有数 检查好工作设备 保证设备在采访中能正常工作 提前勘查现场 选择好最佳的位置 预期行动路线 最后还要准备好备用方案 防止意外发生 就在刚才 我已经放出了四架拍摄无人机 再与我们一起组成了拍摄准阵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我们都会同时从不同角度 对体育场进行拍摄 是这样 好奇妙 真 真是太厉害了 好奇妙 你看 昨天的新闻都已经上报纸了 还有我们呢 好了 现在我们也要抓紧了 好奇妙 为啥我们拍摄的内容没有上报纸呢 这个呀 就要从记者的种类 和报道的内容来说起了 记者按照工作内容 可以分为专门写新闻的文字记者 拍摄新闻照片和录像的摄影记者 做现场报道的广播记者和电视记者 还有用网络媒体发表新闻的网络记者 或自媒体人 新闻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时 甚至因为广播记者和电视记者的出现 有些新闻还会进行直播 就算是文字类型的新闻报道 也只需要几个小时就会发表出来 那么要做一名好记者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记者准则第三条 不论什么时候 面对任何困难和诱惑 都要做到公正 客观 真实 无私 记者是一双带着所有人了解这个世界的眼睛 他代替我们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采访新闻人物 了解事实真相 通过电视 手机 报纸等 将现场情况展现给我们 所以他必须公正 客观 真实 无私 这是每一名记者的信仰 别跑 抓不到我 小鱼磕桃 记者准则第一条 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 记者准则第二条 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记者准则第三条 不论任何时候 面对任何困难和诱惑 都要做到公正 客观 真实 无私 做记者还真是不简单啊 不是只会拍摄和写作就可以的 看来我要学习的还很多呢 好了 今天的记者体验就到这里了 这是一枚记者兄章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 请不回应 请不回应 consult 订阅